2021年5月25日 织女星 约书亚 粉碎矩阵的水晶金色DNA螺旋 传导Galaxy Girl 问候朋友们 各位星际种子们 我是来自织女星的约书亚 这位管道以前没有与我心灵感应连接过 尽管我对钙亚羊 生团队并不陌生 他在笑 你们可以从我的银发看出我是个年老的人 我们从钙亚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和他在一起 我会说我们 是因为我被我自己的来自织女星的光之家族所围绕 他们都希望对我们的朋友说你们好和问候 你们并不孤单 虽然我只有一个声音 但我代表与我站在一起的光之家族 你们也有一个巨大的光之家族在翅膀中等待着 所有的光都围绕着你们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整体 星际种子这一次感受到了如此巨大的孤独 事实上在大多数化身中作为一个过程 那是在你们来到钙亚之前就签署好的弃全书 你们会感到孤独 这样你们就可以扩展到更多你们自己的伟大 你们自己的光 你们自己的更高或最高的自我 这是我们进化我们的能力的方式 因为这迫使我们更深入地向我们自己的神圣火花迈进 我向你们保证 你们并不孤单 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钙亚身上有过无数次转生 如果不是在地球上 也肯定是在许多其他星球上 我们是一个来自织女星的声音 织女星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最初的家 所以也许我的话会像OM音叉一样对你们产生共鸣 这位管道在享受他的试唱练耳音叉 他已经购买了 我们建议在钙亚上用这样的振动校准作为辅助治疗 我们喜欢这个类比 因为我们看到你们光之工作者们作为钙亚的振动校准装置 你们是更高光的音叉 你们把他的能量场带回平衡 爱是他的自然振动频率 是创造宇宙的频率 我沐浴在听起来相光的爱中 我感觉到这是来自母神和父神的爱的最初光之爆发 我将它视为植物、树木、海洋和人类中振动的光 有些人是暗淡的 像一缕烟 振动的光穿过他们 在他们站立的地方产生一缕烟 其他人能够抓住这束光并将其保持在他们的能量场中 其他人正让这些爱的光之代码放在腿部或受伤的身体部位 或者他们需要疗愈的地方 这些是没有在自己身上做工作的人 或者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来让光之代码自由地流过他们的能量场的人 我感觉这股爱之光是一股爱的浪潮 但它听起来像是一种震动 一种频率 一种共振 我泪流满面 它太强大了 我看到动物们快乐地四处奔跑 吸收着光充满了这些光的代码 我看到了光之雨的代码 它是金色的 在这爱之光中发光 它正在解锁我们的DNA并解除当中的阻塞 一些人被光所充满并正在放射住光 他们正在帮助其他不能被吸收的人 那些烟雾不见了 我是来自知女星的约书亚以及我的光之家族 我们向这位管道展示了震动冲击 这些冲击现在就在这里 并且随着太阳流和风暴 以及最终的大中央太阳 每天都越来越充分地到来 盖亚正在很好的同化这些频率 但它已经精疲力尽 并被人类所伤害 这就是为什么光之工作者同化这些光之与代码流 这些信息的代码是如此关键 而我已经说过了 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不是新消息 我相信你们一定很想知道知女星的事情 啊 知女星也很想听到你们的消息 我们都非常感兴趣 我们渴望提供我们的支持 我们的才能 我们的礼物和疗愈能力 给盖亚合在她之上的存有 知女星是一个古老的世界 比盖亚更古老 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风暴 但已经超越了他们 并在这个过程中成长 进一步磨练了我们造物主上帝的能力 我们享有许多你们也将享有的自由 个人主权必须在内心深处得到请求 当你们掌握了小我的时候 你们就是自己的主人 因为你们是你们自己实相的创造者 你们在一个正在被炸开的全息途中 你们是造物频率和造物之光的大师 一切都是震动 一切都被编码了 母神父神使用爱之代码 光之代码 黑暗一城的控制者使用相反的手段来迷惑 欺骗让你们反对你们自己和你们自己的辉煌 但你们正在意识到这一点 现在只是一个时刻 黑暗势力没有创造力 他们只是通过破坏一个完美的模板来创造 向他们发送光明 改变他们的模板 因为你们更强大 特别是当你们与你们内在的上帝真理对齐时 我是来自知女星的约书亚 我在许多高级理事会任职 这些理事会是管理 指导和促进盖亚之光的一部分 我们一直在管理多维数学和公式的各种复杂的事情 但最终我们将用光 用我们的心来领导 因为我们正全力服务和震动的与母神父神对齐 只为用我们最大的能力注重于服务人类 我们看到 一旦光继续像这位管道显示的那样占据 那一切都将改变 新盖亚正在被创造 并且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 你们都是这项任务的关键和关键组成部分 帮助盖亚的扬升 以减轻她低维度方式的负担 她将是所有其他行星系统的榜样 她的故事是传奇的 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许多人认为她迷失了方向 放弃了 因为没有一个星球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这么久 而她不得不忍受这么多 这就是你们的原因 我的朋友们 你们还记得吗 这项任务不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成长 而是为了盖亚和她的疗愈 你们已经长大了 你们已经在许多行星恒星系统中完成了扬升 你们是国王和王后 大师和魔术师 所以这对你们来说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因为你们知道事情会是怎样的 但你们仍然化身在一个扭曲的领域里 你们记得更高维度的光 你们还记得你们的家 在那里一切都是平衡和快乐的 所以这对你们来说就像一座监狱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的监禁 但你们正在改变这种情况 你们正在用你们的光冲破这个牢笼 因为你们益起你们的力量 你们疗愈和欢乐的时刻即将到来 我们鼓励你们现在就去找 因为你们现在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了 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力量 试着从中得到乐趣 在你们的生活中创造更多的快乐 因为你们用爱用光 用知详你们已经完成了 你们在许多其他生事中 需要亲自完成的事情的纯粹的快乐 来进一步粉碎这个矩阵 你们是来帮助盖亚实现她的自由的 也是在实现你们的自由 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 我是约书亚 我们希望带着织女星的祝福离开 我们正在向你们发送一个下载 我看到一个水晶和金色的DNA螺旋正在下降 充满了鲜花和笑声 我看到她把光注入她所触及的一切 我听到她内在平衡的频率 我的头有些刺痛 吸气 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 2021年5月25日 第新世界大祭司阿达玛 有限的信念 传导 奥沙拉 问候 亲爱的医们 今天 我们非常高兴在这里与你们联系 我们从泰勒斯的内心向你们质疑我们最大的爱 当你们正在经历你们的扬生体验时 我们在这里与你们分享这个拼图的一个重要部分 你们自由了 你们是一个自由的灵魂 你们是如此的自由 以至于你们可以选择一种有限的信念或者自由的信念 你们是上帝的一个侧面和表达 当你们选择一个有限的信念 你们是在继续人类的状况和社会信念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们的生活体验 你们周围的人和主流信息已经在人类内部传授了这些有限的信念 然而现在是每个人选择放弃这些有限的信念的时候了 他们是人类创造的 那么你们用什么来代替这些信念呢 内心知道上帝和你们的我是存在 上帝个体化的一面 掌管和指挥着你们的存在和世界 当你们开始把你们的思想和感觉一致的认定为一种有限的 人类的创造物时 用以下语句代替它们 我是存在 掌控我的存在和世界吧 你们将选择把你们的力量交给上帝 而不是限制人类的创造 简单的把你们的力量从不愉快的 有限的想法和感觉中抽出来 把它放在他所属的地方 你们可以把这个过程 应用到你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你们在身体中所经历的 与他人 与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目的 你们的关系 你们的扬生和你们的神圣目的 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你们自由了 你们自由了 你们永远自由 随住时间的推移 你们将成为一个自由的灵魂 和体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上帝的面貌 实现你们的神圣计划 我们在光明中捍卫你们的胜利 欢迎回家 我们把如此多的爱发送给你们 你们被天使的翅膀托起 带来新的地球 在你们的心里要知道 你们总是被你们的天使 扬生大师 向导 银河光之家族所包围 是的 也被你们的家人和朋友所包围 而且永远都是 亲爱的朋友们 在这段旅程中 我们与你们同行 你们永远被不可估量的爱住 我是你们的兄弟 泰勒斯的阿达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